大家好我是潔西 那今天我們剛剛有經過這個畫面對不對 今天要看的是從這裡面抓出來的 這是一家公司他們正在集資 他們做了這一個影片 叫做 Starter Squad 然後這是有關有玩遊戲 知道皮卡丘肯定知道這三隻嗎 這三隻是玉三家 這隻妙蛙種子叫Bubbersur 我們念錯Bubbersur 這個是Tremender Tremender是小火龍 Squirtle Squirtle是捷尼龜 他們就一起探險旅行的故事蠻好笑 真的覺得非常好笑 居然把50分鐘看完了 但是在35分的時候 就有一段就是那個小火龍 Tremender就是罵自己 Stupid stupid 自己很生氣 對自己生氣的時候就罵 然後這一隻叫做什麼 穿山鼠 他就跟他講說 Don't beat yourself up We all make mistakes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y can be pretty useful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y can be pretty useful They say every mistake i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improve yourselves 好 那是有點可理學 撐槍爛掉 他就跟他講 因為他媽自己笨 他就說 哎呀你不要責怪你自己呀 這個片語可以記一下 就是Don't beat yourself up 或者你可以說 Don't blame yourself 不要責怪自己 我們都會犯錯 犯錯叫做make mistakes I actually think 實際上我是這麼想的 They can be pretty useful 他們可以非常有用 這個pretty跟漂亮的pretty是同一個字 那這邊它當作非常的意思 非常有用 They say 這個they say是誰呀 人們說的意思 也可以用SAID They say Every mistake is an opportunity 每個錯誤都是一個機會 什麼樣的機會 to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improve yourselves 學一些新東西 跟改進 加強自己 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想看一下 除了別責怪你自己之外 還有beat這個字 我覺得這個字很好用 可以把它記一下 to defeat or do better land 就是打敗誰做得比他好 這樣子 那這是青年嘛 France beat Croatia by 4-2 in World Cup Final 好 世界杯足球賽當中 法國打敗了誰 克羅埃西亞4-2 好 那 就 就很多支持人就很開心 這樣子 尤其法國人 一些法國朋友非常的開心 好 第二個的話 to hit repeatedly 好 to hit是打 repeatly 就是重複的 不斷的打 好 這個可能去跟老師告狀的時候 Tom beat me 他們打我 那個beat有打的意思 那爸爸爸爸打小孩 那個打 也可以用hit跟beat 但這感覺都蠻嚴重的 好 那 這裡更嚴重 A man was bitten to death 被火打死 我們就這樣用 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呢 我也不知道 剛好看到 好 蠻殘忍的 好 再來最後一個 解析常用的 to mix things together quickly with a fork or whisk 好 把東西混在一起 mix something together 很快的 quickly with a fork 用fork 擦子 好 那有人用spoon spoon比較少 你不會用湯匙去攪拌東西 你會用 像打蛋 你會用fork 還是spoon spoon寫一下 在旁邊 spoon是湯匙 你用湯匙還是擦子 打蛋是用擦子 好 whisk就是打扮器 攪拌器那種 可以是大的 可以是小的 這樣子把東西混在一起 那個攪拌器 好 這一句傑西在學 不是在學 在買了外國食譜之後 我常常看到裡面看到這一句 beat the butter and sugar together until they are fluffy 好 這個你要有學過做蛋糕的 你會比較清楚 把蛋跟奶油打在一起 打到最後它就會有點蓬鬆 只要你沒有把它打起來的話 你做出來 你就做不出蛋糕來 尤其是海綿蛋糕做不出來的 好 那最後最後再講幾個 這個beat 是那個Michael Jackson的歌 beat it 其實叫人家滾的意思 好 還有一個是 It beats me 你難倒我了 傑西常常被學生問問題 就是說 It beats me Let me ask Google 好 我去問問Google大師 因為實在不懂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好 最後最後這一個是 If you can beat them join them 打不過他們加入他們 這麼簡單 這個then的話就是 你說為什麼這樣寫 沒有為什麼 他們在像歌詞裡面 常會這樣 那像ING的G不見 打一撇也是這樣子的用法 好 那今天這個 不要怪自己 比方說今天下雨天然的出門 沒有去倒垃圾 不要怪自己明天再倒就好了 Don't beat yourself up Don't blame yourself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